情况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那么很多人都想问问 六龟里面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结果现在发现了 里面大约有一万多人是没有东西吃了 那么高雄县六龟呢 在昨天还是断水断电的 对外交通也是中断 六龟游乐院呢 是靠着雨水接了这个来吃 吃了五天的泡面 那么许多的灾民硬是穿越河床山坎 从这个废弃的隧道 临间走出一条路来采买食物 然后呢再提着面包肉粽跟干粮 不行对这个对外中断的六龟 那中心村的老老妇女都大三病的人 都在那边等着去救援啊 都没有人心进去 这样的消息吗 这样都断两断死了的也断水了 怎么等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家人 六龟中心村民情绪汇集 四个村落都内顶了啊 都没有东西可以吃 麻烦拜托马 我教教他们了 家园受创年迈父亲身重病受困 四姐妹心急如焚 泪水再也止不住 我爸刚特别当 又有心上病 我们中心村已经都没存了 为什么说今天要派一架 都过去可是都没有 都没有 我爸爸也在那边等 我们刚刚又有人打电话出来 他说大家都自己在那边 没有东西吃 六龟中心村当地交通中断 居民已经好几天没有水喝 没有东西吃 快要撑不下去 眼见老父亲重病 却无法下山就医 再也等不下去 四姐妹下跪大哭 请大家帮帮忙 要救我爸爸 很多人吧 也有尸体被买了吧 那面也多 都很惨的 都还没有进去耶 亲人失去音讯 受困在山区 命在淡系 四姐妹又急又慌 神泪俱下 不顾一切下跪成情 就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来不及 中文新闻 蔡萌珍 陈佑斌 SNG小组 高雄齐山 采访报道